好好吃啊 大家好吃得來 像是馬糞海丹的感覺 這個很划算 2000日圓 有點像醬白糖的感覺 這個口味比較重 嘩 它的動牛動牛 打大佬 鱈魚魚霸香醋啫喱 是不是有啊 YA 中了 河豚吧 我先吃河豚手 有些倒塌的 性價比比較高的懷石料理 就是有鮑魚 秋葵 刺身就做得很漂亮 燒鰻魚味道超好吃 不算很大 但也有些元素 在祭典那裡用的 來到山坦當然是喝啤酒 Oriang的Drop 早安 今天就會去第二間的魚市場 鵝魚港 就沒有昨天那間那麼新的感覺上 不過呢 店舖有多些的 拍給大家看看 如果大家都喜歡看飲食 旅遊生活 記得訂閱支持我 記得按鈴鐺 每星期出新片會通知你 多謝支持 那個兜座圈呢 它賣的東西很多 即是馬上有工場 所以魚腥味都會多 還有這裡是沒有位的 所以大家是買完 一日上車吃 一日就立食 還有我們看到一個叫做 貝殼 想試一下 吃這間就叫 中珍水橙 中珍水橙 好啦我們要極速吃 因為分不同的滑位 我會先試一下拖羅 拖羅油份很棒 還有油脂分佈 我現在吃下去大概5秒到10秒 在嘴裡 油脂是很棒的 壽司飯不算太大 不過呢 就比昨天有在席滿魚市場好吃 海膽真的很好吃 今天海膽是非常飽滿的 這個海膽也是比鮮滿魚市場更好吃 像是馬份海膽的感覺 什麼都不用碰 就這樣吃 就超棒的 中珍水橙是新鮮好吃的 大家就看看它的筋 不會說很大 也不會說很硬 這個很划算 2000日圓 2000日圓就有整盤了 大家其實可以兜個圈 這裡有大概20間的食肆 可以選一間適合的食物 好啦那吃它的蝦吧 蝦就很甜 又有彈牙 很棒的 一點都不腥 那我吃完蝦膏 都是不腥 好好吃 好鮮甜 還有有彈牙的感覺 好啦 吃夜干貝 這個夜干貝 吃下去就有點像橡白龐的感覺 又沒有橡白龐那麼爽 還有有點厚 剛巧我就吃了一個邊位 它的裙邊是爽口的 它是切得比較薄 接下來就吃它生蠔 生蠔就280英一隻 生蠔就好鮮味 不腥的 還有沒有蠔殼 即叫即開 蠔味是重的 但是這個很好吃 這裡就真的比較強 因為油下比較多 沒辦法 還有即場會有處理海鮮的地方 立即湯 這個月干貝還有涼食 另外的食法就是炒 炒得很好吃 味道有點像粥式的豉油 質感就很爽 我覺得熱吃比凍食還好吃 好香的 就有蒜蓉在裡面 很好吃 我推薦吃這間 因為買了東西就可以進來坐 我不建議拿其他東西進來 實在千萬不要 好了 現在是月干貝的殼給大家看看 這個殼就是這麼大 這隻是0.97kg 就3150日圓 你看我可以坐石博 因為預測是不夠的 外面有海景 好 先吃一口 這個是絲魚 這個是油甘魚 很好吃 我覺得這裡大家很值得來 我們去過兩個漁港 這個漁港比另外一間好吃 如果要開車就像我們一樣 在這個石博那裡吃 那就最好了 很累 我們去下一站 好 今天的行程 就會來到這個波上宮 這個很有趣就是 走上去Up Slope 它有個很漂亮的紙 我們沿途走過來 都看到很多人穿和服 還有它下面 沒有機會就有個沙灘 所以我都帶了沙灘的衣服過來 我們來的時候是5月份 5月份就會有個大按鈕 5月17號 所以這裡走上去 樓梯不是很多 所以它有車路 但我不知道 因為我們拍了在附近的停車場 拍車的話 其實沒有什麼位置 都複了 所以沒理由上來 再屈出去 所以來到最好 在下面自己找地方 拍了一些照片 會比較好 之外就會有哪支御手 因為這裡不給拍照 那我就不會拍了什麼御手 我現在去參拜 以及去洗洗手 那這裡其實不算很大 但也有些元素 很多很可愛的女生 在這裡穿和服 這裡波長宮也有個大小 17號 差一點點就沒想到 有他們的石絲線 很多人穿和服多可愛 剛才我說錯了一些祭典 我相信這條橋在祭典那裡用的 因為它會有些擔架 會有幾個男生在這裡背著這些桌子 那這個就是其中一個頭 查看官網 應該五月中至五月尾那段時間 就有祭典的啦 剛才跟大家說 上面有個波上宮 下面會有一個沙灘 有個沙灘的景色 那我現在換隊拖鞋 我就下水啦 這裡的汗水真冷 比宮古道還冷 大家看了我第一站的宮古道嗎 來到沙灘當然要喝啤酒 那這個是它早期的DRAP 那就是1000日圓 那我就和大家乾杯 好啦 那波野宮還有第二個打卡點 就是在這條橋那裡 那條橋呢 你就記住在這裏橙色的位置 就可以拍 那看到潮漲或者 很多陽光會蠻漂亮的 晚上的時候 我們就來了Kula Shushi 那這裏就是近美國村多一點的 那來到這家壽司店 其實跟香港的壽司狼 Hama Sushi差不多 Touch screen是比較高一點 變成我們要這樣在這裏 多久就會有點累 不算太多的壽司 那我就叫了 咦?為什麼這樣呢? 它不讓我們吃得太快 我們每一次最多可以叫4樣 那我們可以吃2個小時 可以沖茶 還有這類的芥末是沙摩的 好啦 這個是Humna魚壽司 我覺得這個Humna魚好吃過 魚市場的版本 它騙得很散 剛才我一夾就散了 這裏如果你要點醬油 它沒有醬油碟 就這樣擠下去 就是這樣 吞拿魚壽司 我覺得這裏的吞拿魚很好吃 它又沒什麼甘 還有很容易入口 入口的雞肉 不錯不錯 那我在吃的時候 都幾忙 又要趕平 就要馬上下 下次的東西 辣味 雪月 珍珠君 這個我的辣度 就不少辣度 裡面是魷魚 味道有點像泡茶 口感 沙沙哩的 多有趣 這個口味比較重 我覺得這個很好吃 文革魷魚 兩件裝 先吃了一個有薑的 幸好好吃 我剛才還擔心它 因為上面有薑絲 我怕會不會很辣 原來很配 有一點點腥 但是魷魚很爽口 OK的 接著吃這個海膽壽司 240日圓的 我覺得海膽沒有今早在 廢滿魚市場就好吃 沒有那麼新鮮 海膽味也不太重 這個蛋筋就是殘滿精 很有趣 大家看一下那個 B-roll 哇 它的凍牛凍牛很厲害 這個也挺好吃 不過淡味了一點 水汪汪就多了一點 好像偷了我很多 Cat-on 會有一點點蟹柳 看到嗎 其實這一顆是 原背 這麼小 原背有4顆 這個225日圓 我覺得可以吃一個 吃到今早就有啤酒 這個Oreo的三啤酒 600日圓 600日圓的三啤 Cheers 好喝啊這個夠冷 好清涼 這個draft再純滑一點 打大哥 雪魚魚白香醋啫喱 我記得是魚精來的 那就是180日圓 我記得是精來的 你吃個puff 因為我第二次吃 它沒有想像中那麼腥 它有些啫喱的香醋 其實有些中和的 它不太差 也不是我特別好 可以一試 這裡都是一塊塊十項 現在休息時間 跟大家玩一些東西 如果將一些碟 一次過放進去 頭進口那裡 五個一起來 就會有些事情發生 那我現在嘗嘗了 好可愛啊 所以我沒有禮物是嗎 這個為什麼 一大 雜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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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不中的 但是我會吃多五點 吃多五點可以再玩 吃到有獎贏為止 好了我現在又有五個了 我又試試玩這個先 是否有啊 耶 我中獎啊 第二個怕是釣魚啊 中了 是什麼來的 我中了一個少年班的安娜 好了現在吃這個蝦壽司 這個蝦壽司很划算 一百八十日圓 蝦壽司蠻好吃 是鮮甜的 還有便宜 一百八十日圓 我覺得很划算 我推薦大家吃 我吃蝦壽司 它的蝦壽司 我拍給大家看一下 它就做得比較隨便的 這個蝦壽司 它做得不太漂亮 這製作我的朋友說 因為蝦壽 可能會 其實不會漲了 它的蝦壽司的肉質是很硬 有一點點硬 因為收到這個蝦壽司 好了現在試試鰻魚 鰻魚可以放鰻魚醬 大家看哪個我就放了 這個鰻魚是二百四十日圓 二百四十日圓就有鰻魚醬 吃下去 很硬 好像剛剛放完微波爐 那種乾燥燥的感覺 慢慢地 不過你要吸收大量的蝦壽司 所以要吸收多一點 因為我覺得它比較脆 還有有點划算 所以鰻魚慢慢地 鰻魚雞蛋壽司 一百五十日圓 但上來的時候 大家看看B-roll 它是有些倒塌的 可能這個真的便宜 所以它出品就 質素OK的 但賣相就可能趕出貨 鰻魚蛋壽司 不要吃 鰻魚豪浪骨 那些蛋不是流心蛋 蛋黃很實 不要吃 沖繩芒果 其實來沖繩就必吃芒果 我們這麼多天都是第一次吃芒果 夠冷 好香 質感好像啫喱 好香 好 我們先做外套 我第一次來這間壽司 聽朋友們說 台灣也有這間壽司 但香港還沒有 大龍小二 多多 我覺得這裡的選擇 壽司的選擇 比我想像中少 好吃的壽司 不是太多 我推薦甜酵 吞拿魚 茶碗蒸 真是便宜的 很多都是150日至250日不等 所以我覺得是非常好 是早上11點 開到夜晚12點 所以大家玩晚了也不怕 這個旅程其中一個highlight 就是和朋友慶祝生日 我找到一間性價比比較高的 懷石料理 叫做真南風 它是位於一間酒店裡面 酒店名叫做Naha Terence 我們用餐時都很安靜 所以我沒有設置攝影機 和錄音 餐廳裡面有兩位工作人員 服務很快手和溫柔 我事前就在網上預約 當天就是吃這個11000日圓的餐 我們另外叫了一支Sake叫做古龍 都幾有米香味 他們會提供冰粒 我喜歡動飲 心情開始開懷舒暢 就開始吃壽司料理 前菜就是有鮑魚 秋葵 茄子 造成的Moose 不會很重味 為懷石料理打開這個序幕 接著就會有豆腐和魚的湯 賣上就會有少少韓式的感覺 我記得豆腐很嫩滑 魚也很滑 而且沒有骨 淡淡肉 好吃 這一盤刺身就做得很美 中間就像一座山一樣 被其他刺身圍繞住 刺身是新鮮好吃的 這個海鮮飯用一個籠子上 就有少少中國風 裡面有蝦 鰻魚 蛋 和豆 份量不是很多 燒鰻魚味道超好吃 入味又沒有骨 這一味是比較重味 我指的重味就是比其他菜的味道 賣上一流 這味道亭烏冬會配蕨蜜湯 還有紫菜、薑和芥末 烏冬很彈牙 不算厚身 凍食我覺得還掛湯 烏冬我覺得很好吃 甜品會有水果和紅豆的甜品 餐廳還會準備一個小蛋糕去慶祝生日 多謝餐廳這個安排 這間真是性價比比較高的懷石料理 推薦給大家 一連七集的沖繩之旅已經接近尾聲 這次是跟三位好朋友一起去玩和拍Vlog 感覺真的好有趣 記得我們一起計劃行程時 完全沒有考慮去公鼓玩 我們是被酒店的照片吸引我們去的 之後沒多久 教主Anson Lo也去同一間酒店拍攝 真的很夢幻 拍旅遊Vlog的好處 就是剪片時會想起旅途的點滴 有好笑、低能、傻傻的事發生了 外面時大家都會回憶整個旅程 原來做了這麼多事 是一個非常美好的回憶 有多少觀眾在沖繩之旅開始看我 你們留言,說個Hi 跟我說你最喜歡看哪一集 接下來很快我又會再出旅遊Vlog 大家記得多多支持 大家記得CLS、Comment、Like、Share、Subscribe Follow我的Facebook IG、看我的生活日常 我Movers星期三都會出片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拜拜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